我同时也打开那个 这几位对手应该和沈毅豪同场相继过比较 但是应该都没有交付 然后许忠明在之前的几年前的叶尔州比赛都没有看到 另外两位相对来说是特别了解的 另外一位是开 欢迎大家加入直播间 今晚先看许忠明先下 许忠明大师是第一位下的 马来西亚我印象里有几个老子 最老的应该我交手或者叫伊金斯 然后呢 开始了 许忠明大师呢 选择了这个当头炮 感谢大家 欢迎你们加入直播间 好 所以现在形成这个中炮 进三兵对三步谷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王天一特大下得非常快 当然同时我也是有开王特大的直播间 看他对现在的局面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 对今晚今晚要我们说好一起穿西装来下棋 一号 我印象 嗯 好像在前些日 和中国国内的邮方 都有交互 而且成绩还不错 好像也没有 没有例子 那今天呢 他没有出场 把这个机会留给了 这些 后进 好 刚刚王天一说啊 因为我们的 这个今晚的排阵呢 大致上都比较年轻哈 所以王特大就可能 没有这么认识我们 比较成见 对大多起手来说 应该是清客服务 我印象里很多年轻起手 包括这些云南 在前些人的云南 怎样就能够出 好 所以 现在呢 这个局面呢 应该 算是 也是一个蛮流行的总法吧 鸿方 接下来有 G8进4 车1进1等等 好 我们看一下 许忠明大师 对这个布局啊 会决定怎么下呢 选择了G8进4 对这个组红帮在兵器进1 这个谱呢 之前我在上网 也有下过几次 这个谱呢 到最后呢 应该是蛮复杂的 我印象中 王特大拿后手 也经常这么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王特大呢 大致上 都是下这个 屏风马比较多 王天一的那个虎牙的直播 我就把声音关掉了吧 要不然就 我的声音就被他盖掉了 听不到 欢迎大家加入今晚的直播间 我是沈一豪 很开心 今晚可以跟大家 一起 观赏我们的四位洗手 跟象棋世界第一人 王天一特大 所以呢我们 比赛用时是20加5 我们可以看到出 王特大下得非常快 对这个布局 如我刚才说的 他已经下过很多次了 现在红方如果G3平时抓马 黑方好像有马6退5 退回抓炮的棋 所以一般来说 棋补棋都是走G1进1 欢迎大家加入直播间 所以今晚呢 许忠明大师是第一位上场的 接下来就轮到汪志祥 然后再轮到李荣福 然后第四位呢 才轮到我上场 为什么我排在最后一位呢 因为当初 在很早以前安排的时候 我是说我星期一 本来晚上有去打球的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可能放我最后一位 但是没想到我的球友 今晚全部都不打球 他们就说今天要休息 所以我也提早加入这个直播间 跟大家一起 这边看齐 这个G3平时应该是马6退5吧 对 这个都是普招啊 好像这个G3平时的走法呢 好像对这个红方 比较不利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王特大呢 这个任何布局啊 都下了这个苦工啊 无论你走什么布局啊 他都大概知道啊 稍微比较正确的走法是什么哈 所以在布局方面 要要得到占到这个王特大的便宜啊 真的是不简单啊 哦 红方选择了一个炮气平一打足啊 啊 印象中好像有这样的变化 啊 接下来会大概怎么走 我就不太清楚了 应该有G8进三仙 做一个炮 是吧 红方 然后走了一个炮一推二 接下来有怎么样的反弹 那个我可不记得了 这个开局库我以前有背过哈 但是啊 大家也知道啊 中炮布局我比较少下哈 但是目前局面肯定还是军事啊 还是军事 只是这个走法呢 可能红方接下来的选择不多哈 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红方啊 暂时呢 啊 大指已经被黑方都赶回去了啊 所以简单来说 可以可以说这个局面呢 目前啊 啊 黑方是可以满意的哈 但是是否能够呃 产生优势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因为毕竟红方啊 啊 李宗明大使啊 毕竟他现在 两个马都很活 啊 这个是足够 啊 参与这个战斗的哈 啊 王特大 要在这个局面找到 一个破绽啊 也是 一种挑战 啊 感谢大家啊 欢迎你们加入直播间 也感谢你们帮我分享哈 啊 感谢你们 啊 今晚也是 呃 刚好是我们 今天是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啊 所以今晚的这个活动啊 非常有意义哈 所以如果大家啊 想要让更多旗友啊 或者 朋友们啊 一起加入这个直播间 帮我分享一下哈 啊 现在我们可以看 这位是王天一克大的户口啊 啊 已经上到神医二了啊 啊 非常厉害 啊 给予那些 对天天象棋系统啊 啊 不是很熟悉的 啊 我们这个 下棋呢 啊 我们如果打棋力评测哈 他有从第一关啊 啊 月一 啊 开始慢慢打棋 打到月九 啊 也是一个 啊 蛮辛苦的过程哈 啊 而且你赢就加分哈 啊 输就要扣分啊 啊 也是蛮有挑战性的 啊 也是蛮有挑战性的 所以能够上到夜神啊啊 啊 夜神就是这个分数啊 啊 非常高了哈 啊 感谢大家啊 啊 欢迎大家加入直播间 所以黑方啊 他放英文名字啊 就是 Lose Yourself 哈哈 啊 可能王特大的意思是 啊 输给自己啊 这个是一种很特别的领悟啊 啊 他没有输给别人啊 要输也是输给自己啊 可能他的 他的意思就是 啊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吧 对吧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输给对手啊 是我们输给了自己 啊 这也是一个很深的人生道理啊 所以我们身为取手 我们就必须不断的提升自我哈 啊 不只要在象棋技术上提升 啊 在这个心态啊 还有这个信心啊 这些啊 都必须做好调整哈 如果过于 呃 自卑的话也不好啊 过于自信的话 啊 肯定也不行啊 所以我们 在象棋里面啊 我们学习要找这个平衡点 啊 所以现在 在许中文大师啊 经过思考过后 选择了G1平2对G 啊 如果王天忆特大不对的话呢 只能走一个G8平7抓马 那红方可能啊 又用这个马三进二把马登上去 嗯 所以现在呢 局面还是比较平稳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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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忆特大果然啊 啊 选择了啊 啊 啊 保持这个复杂局面啊啊 也不能对G了啊 因为对G的话 黑放的左边太空翼的啊 啊 那现在理论上啊 许中文特大会选择马三晋二啊 啊 把马登上去 黑方会怎么下呢 这个期好像啊 呃 许特大有一定的许大师有一定的这个机会了 马三晋二等下来个G4平三对G 怎么样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再想一下 王特大会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 马三金二他会不会来个炮二瓶吧 这不起理论上 红方是要走的 我也在想 现在王特大遇到 这个跳马登 去抓这个车的时候 黑方会怎么走 大家也可以留言一下 看有谁猜中 看有谁可以跟 象棋世界第一人 想法一样 欢迎各位加入直播间 今晚我们的直播间 吸引了百多位朋友 还有老师家长们 还有学生们 欢迎你们加入今晚的直播间 很开心 可以跟大家在一起 看这个 王天忆特大 象棋第一人 果然啊 王特大选择了一个炮二瓶吧 打局 这个也是刚才我想 可能黑方目前 比较合理的下法 因为 如果红方下马二进四 跳上去的话 黑方可能会走一个车期进一 打你的马 然后 接下来会变怎么样呢 这个就 只能看一下啊 他们双方啊 选择怎么发展下去 马二进四 登的话 他理论上 黑方会下车期进一 那红方有没有炮一瓶三呢 下一步准备来一个炮五瓶三 打局又打相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啊 所以现在 许中明大使 啊 许中明大使啊 我相信他也在 很认真的在寻找这个机会啊 看一下 啊 欢迎大家加入直播间啊 很开心啊 大家好 我是沈亿豪 好 好 各位在我们 呃 等待啊 双方在 思考期的 这个过程啊 呃 我也想趁这个机会啊 呃 介绍一下啊 就是我们这个赛事的 呃 后面有 呃 打广告的 这个 补习中心啊 就是我们的 CS补习中心 哈 他们现在呢 啊 就是有我们的汪志祥 啊 今晚两位选手 汪志祥老师 还有李荣福老师啊 啊 啊 他们两位 啊 不但起立非常高 哈 在国内啊 啊 常常打 啊 前几名 啊 现在呢 他们这个补习班啊 也做得非常的优秀 啊 所以呢 啊 这个 我就介绍一下哈 我们两位的这个 呃 老师 哦 许中心大师果然选择了 这个 马二进士啊 好 跟我们刚才说的都一样哈 配方车去进一顶马 那 现在 呃 不晓得 呃 这个 许中心是不是有 泡一平山的机会呢 好 所以我介绍一下哈 我们的这个 汪志祥啊 啊 他是科学 物理 还有化学的导师啊 栽培过千多位的 A家学生 啊 也 拥有这个 PX 这个SPM的 这个考卷经验啊 啊 所以是一个 很有经验的 补习老师哈 也担任过这个 卓越 学校物理 主任啊 哇 不得了啊 所以我相信 有这么优秀的 这个补习老师 教导你的话啊 更重要哈 是 汪志祥本身是一位帅哥啊 啊 是一位帅哥 那跟帅哥 补习的话 肯定 啊 相信 学生们啊 啊 可能听个起来都比较 专心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啊 当然还有我的好朋友 李荣福啊 李荣福啊 也是啊 这个数学王 之称啊 哇 不得了了 这个啊 反正我认为啊 会下棋的人 大部分啊 数学都挺好的 啊 但是能 被叫为这个数学王啊 可 可不容易了哈 哇 现在感觉啊 许中明大师的这个局势 好像有一定的机会哦 啊 哦 选择了一个 炮 炮 炮酒瓶吧 先打狙 哦 这个意思 哦 所以 王特大的意思是 如果你炮五瓶三 打我的狙的话 我 我也会来一个 炮八进气 先打你的狙 那你炮三进三打狙 我就像 飞一个边相 抓你的炮 哦 应该双方 暂时是这样想 现在红方的锯肯定不能浪开 浪开的话 黑方好像有这个 他可能会来一个 先飞一个边向 对不对 下一步才来一个前炮进一串打 可能有这样的棋 所以我们看一下 许大师会不会选择直接炮平山呢 感觉中铭下的挺好 所以我们的这个李荣福 他也曾经获得这个USM数学奖金 多年的教数学的经验 所以他们现在呢 主要是CS补习中心 现在有这个网络课 所以我们在直播间的家长们 或者学生们 如果想要在SPM 无论是数学方面也好 这个物理啊 还有这个科学 化学都好 想要拿A家的学生们 家长们 就请到他们的 这个CS补习中心的 这个Facebook page 去报名 现在这个 因为有我们的这个疫情关系 现在很多补习都转为这个网络了 网络课程 所以我之前也听说 在槟城那里 因为这个汪志祥跟李荣福他们太出名了 这个补习班都爆满了 所以现在网络课的话呢 就肯定可以容纳更多这个学生 所以大家 如果想补习的话 绝对绝对要联系 汪志祥老师和李荣福老师 现在局面都跟刚才我们所分析的差不多一样 王特大果然先打一个G 然后黑方再飞一个边向 抓红方的炮 所以王特大呢 为什么在这个中国啊 可以排名第一呢 可以一直拿这么多冠军 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他的优点啊 就是他对这个局面的判断啊 常常能够走出一个超乎我们大部分骑手的这个思路啊 他走的骑可能很多人都没猜到啊 原来骑可以那样下啊 好 徐大师选择了一个前炮进二打啊 当然黑方就顺便了 走一个马三进四啊 跳马登居了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思路啊 这个骑好像黑方啊 看起来有危险啊 但是仔细去看的话 好像又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现在徐大师会不会走一个居士评器啊 感觉走居士评器 这个局面 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对 是我们 一般来说 对到比较陌生的局面的时候啊 大部分 选手呢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来分析啊 接下来这个骑要怎么走 所以很自然会消化比较多时间啊 我们也可以看啊 这个王特大呢 因为算骑比较准啊 这部骑啊 也有也有道理啊 居士评六先看重你的马啊 现在徐中铭感觉还是蛮多进攻手段的啊 现在骑呢就肯定复杂起来了啊 可以放来一个组五敬意啊 也是一部好骑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王特大遇到这个啊 纵使又不够的时候啊 很容易走错哈 所以这样也 我感觉哈我们马来西亚选手 为什么 每次在国外啊 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 在这个 下这个下风棋啊 什么是下风棋呢 下风棋就是进入防守的状态啊 对方在攻你的时候 就是简单来讲我们的Defend 我们的防守的功夫可能还不到家 这是我参加国际赛 发现 我的队友或者我自己都好啊 都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 需要再 更加努力哈 嗯 现在黑方简简单单走了一个 组五敬意过后感觉已经把局面比较简化了 现在 红方 他选择了一个 后炮退山了 怕黑方有去二进去 嗯 这样会不会 给黑方一个机会呢 黑方应该走一个去二进三 感觉 去二进三 许中民大师可能会 可能会去二 进六呢 哦 又退炮回来打 所以现在这个 许大师啊 他也先 把自己的这个阵型调好哈 保持不败之地哈 啊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哈 对对对对对 王天忆大师啊 现在用时方面还有剩14分钟啊 我们的 许中民大师 只剩下5分钟啊 我们是走每一步起有加5秒哈 所以要注意时间 所以 所以 许中民大师下完过后啊 啊 啊 我们就轮到 啊 啊 王自祥啊 啊 王自祥老师上场了哈 啊 啊 王自祥也曾经拿过全国青年冠军了 啊 啊 嗯 许中民大师呢就啊 啊 相信大家在槟城的都比较认识他了啊 他毕竟啊在槟城啊以及国内啊都常常打打进前几名哈 啊无论是全国个人锦标赛 或者这个精英赛都好哈 啊 这个许中民大师呢 都已经显示他的实力 好 欢迎各位加入直播间啊 我是沈玉豪啊 欢迎你们 啊 如果喜欢我的直播的话那下一次 啊 可以先按like哈 然后follow我的page 那以后我有直播的话你会第一时间收到哈 啊 我们这个周末呢9月5号跟6号 啊 还有这个 问险张碑哈 所以到时呢 啊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也会一边下棋一边直播 啊 当然那个晚上就不穿西装了啊 啊 今晚穿西装是为了 啊 啊 这个 啊 尊敬我们今天的国庆日啊 啊 另外呢是可以跟我们啊 这个世界最顶尖的 骑手下棋啊 啊 所以汪天忆啊 最后呢还是选择了去二进三啊 啊 这个棋呢 啊 刚才也是我第一感觉啊 比较有攻击性的棋啊 啊 因为黑方啊这一步下一步可以把G1 啊拉过来啊 啊 红方现在如果把前炮拉回来的话 黑方估计会先走一个G1平6 还是怎么样的 哦 现在 许大师好像也有G6平2的棋啊 是吗 G6平2抓双炮的棋 啊 哦 我看了那么久 现在才发现黑方也有这个问题啊 那我们的许大师是否会平车抓炮呢 可以吗 平车抓炮 哦 哦 他把炮拉回来 真奇 嗯 可能可以考虑把G1平一下抓炮啊 看这个黑方怎么处理啊 因为现在如果许中明大师想合棋的话 嗯 可能车6平2可以增加那个可能性啊 啊 我是感觉这个G6平2不错 全炮 嗯 好 我们听一下王天忆怎么说 嗯 所以刚刚王特大叔啊 这个局面啊 如果许大师下得好的话 大致上他也没什么办法啊 啊 下得很顽强啊 但是我感觉可能刚才G6平2的话 抓双炮啊 说不定 许大师有机会弄和王特大啊 啊 果然啊 黑方下了G1平6啊 那红方只能补试了 哦 把马先拉回来 有道理啊 马不要载人家的这个车嘴 啊 下一步呢 呃 呃 呃 这个 王天忆啊 估计会下马二推四 在马四进三 把马变成向卫马 这个马一般来说 在这边呢 都会推去这个视角 啊 然后再跳来这个位置 因为向卫马呢 这个发挥的力量很大 啊 以后就可以再走一个马三进二 啊 跳进来 有这个卧槽的机会 因为毕竟啊 现在黑方暂时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攻思路 啊 现在感觉许 许大师会走这个后炮平视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把事项补好 或者 嗯 平炮 好像错过机会了 我刚才感觉 啊 许中明如果直接下去六平二 可能那个和齐的机会高一点 啊 现在红方多一个边兵 这个边兵拱了也不太有用 哦 飞向吗 飞向好像有问题吧 这不起 他会被浸泡打向啊 哦 真的 对 我感觉这个上向是一步 有一点水手啊 对不起 嗯 这样就麻烦了 有一点点小破绽了 所以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那些比较强的骑手啊 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破绽了 黑方就可以攻进来了 有一点小麻烦了 当然最主要的让我们担心的就是 是许中明大师的用识啊 哎呀 现在剩下两分钟了啊 非常紧张了 啊 他需要想办法放快一点 对 对有点可惜哈 现在有一点危险了啊 但是还不至于会输棋啊 只是的确是危险了啊 这个项可能救不了啊 有点麻烦 怎么办呢 有有办法救吗 这个项 哦 选择了马七退六 那黑方会不会先把马退回去哈 走一个马二退四 在马十进三 这些骑走完过后 才来一个车六进三 来抓你中兵啊 我看一下王特大 是不是这样下呢 因为现在如果他直接进车抓 他也怕 红方有车六进二进来骚扰啊 抓马以后有一个前炮进二 在平中路啊 有赤马的骑 大概是这样走 所以正常的这个时候 我们身为黑方会考虑马二退四 在马十进三 哦 直接啊 直接来果然不理了啊 哈哈 王特大也不理这么多了啊 直接攻进去算了 哦 哦 我明白了 他的想法应该等下是要平车抓炮 再来个打相将吃相 哇 这不骑平衡啊 哦 徐大师来一个 平炮对炮 那王特大不可能对的哈 会不会来个平炮他在队哦 我还可以叫江等等啊 是 徐大师这部棋 嗯 虽然可以暂时的解围 但是感觉问题还是挺多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棋啊 徐中铭大师是不是有机会啊 熬下去呢 嗯 我再平炮打一个炮啊 可能 徐大师想打多几次吧 加秒啊 看有没有加秒的 哦 直接换了 哦 我没有想到王特大愿意 这样换掉啊 啊 这部棋有点出乎我意料啊 那来个炮吧退役吗 哦 还是直接吃了 直接吃 他抓马 嗯 还是有抓马的棋 抓炮肯定没有用啊 抓炮他炮怕退役 那抓马 他马尔退四 然后炮进来这里 他去右扫兵 同方也可以打足 宝贝马又抓 平炮 退车签 嗯 这个棋啊 还是有希望合棋啊 但是徐中铭大师必须加快了 现在剩下一分钟 二十多秒了 所以我们向棋 这个网络下棋啊 如果你的用时用完了 就超时算负了 判负了 哦 他先选择进炮 这个先后次序 嗯 也可以啊 应该差不多一样是吧 哎 有不同哦 那他先吃边 足 摆这个中 啊 充足 退役 来了 吃马将军大 嗯 还是有有求和的机会啊 嗯 现在王特大呢 已经 我觉得他会改变这个 计划了 刚才应该先进车抓马啊 这个先后次序好像倒转了啊 先抓马再进后打 嗯 可能也差不多一样 对吧 这个如果你打了 他应该会 王特大应该会为马斯推二呢 先钓住你的炮 你炮九平八 他去拉回去 哦 还可以车拉过来抓 还是拱中族 炮吧 推等等啊 现在黑方选择太多了 哦 现在 从子力来说是相等的啊 是相等 但是黑方这个中族啊 毕竟比较快 哦 我们还是继续的为我们的许中明大师打气 啊 希望 他能够 顶和 因为这个棋 要赢的话 肯定 说不过去 啊 但是要顶和的话 应该 还是有这个机会 啊 对 大家说的没错啊 这个许大师的用时 啊 少过一分钟了 他必须走快一点 哦 进车先钓住这个马 哦 也是一个好骑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主要是 呃 许大师没有什么好骑下啊 哎呀 剩30多秒了 可能最后还是走一个兵役 进一 停区抓炮 这个要要输啊 感觉啊 要输啊 我们看一下王特大啊 在这个有一种呃 这种优势的情况下 他是否 能够战胜 红方呢 哦 现在也想 学习一下啊 看一下 黑方啊 这个时候会怎么 展开这个 杀鸡啊 到底是怎么 赢奇 还是感觉比较容易 和其啊 比较容易和其啊 许大师还是有希望的 只是呢 这个用石啊 如刚才说的啊 真的是比较紧张的啊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啊 王特大啊 这个节奏也开始放快了啊 因为他也发现啊 许大师的用石啊 红方的用石很紧张啊 但是许大师啊 吓到这样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啊 嗯 嗯 马又搭上来抓鞠 就推车抓炮 他就摆中炮 嗯 这个骑呢 黑帮的这个指令啊 慢慢的结合啊 现在这个骑马炮足要开始攻上去了 哦 摆中炮不能炮酒精亿吧 他有马二进三 嗯 还是黑帮会把炮先拉回来 还是直接摆中炮 好 无论如何啊 各位我们啊 先来一波的巴巴巴好吗 当做掌声给我们的许宗明大师啊 啊 今晚他的这个表现啊 是非常好啊 啊 没有几位取手可以跟 王天义特大 下到剩下 鞠马炮这样子啊 真的不简单啊 在中国很多高手都想 磨合这个王特大都做不到啊 啊 所以今晚啊 呃 许大师已经可以给我们看到 他对这盘棋的这个 斗志啊 以及这个求胜的欲望啊 啊 我刚才感觉 他如果真的想要合棋的话 还是蛮有机会的啊 啊 感谢各位的掌声啊 感谢你们啊 啊 等一下 许大师以后看回去 肯定感觉到非常欣慰哈 看到大家给他的支持 哇 许大师剩下14秒了 哎呦 糟糕了 哎 是咯 他有没有加到秒啊 是不是变成包干的制度 是不是用时设错呢 哎呀 这样好像 怎么 大家看一下这个许大师用时到底有没有增加 啊 没有的话 可能就是在设定 哎呦 好像没有 有吗 有加5秒吗 怎么感觉好像是包干的感觉 因为 许大师的用时好像没什么加呀 嗯 刚刚了 现在许大师已经 啊 想不到起了 只能靠感觉了 因为 这个用时真的是太紧张了 就是走一步 看一步了 所以时间紧啊 常常会害 一位取手 本来要赢的 啊 变成 超时输掉 很可惜啊 啊 永遥没有 没有加加秒 对吗 我也是感觉好像是包干的 哎呦 是不是 许大师在这个 用时设定 少设了这个 加5秒啊 没有加秒的话 是 小包干的话 肯定 结果就 嗯 怎么会设错呢 没有理由啊 那我们提醒一下 有啊 有加秒是吧 加三秒啊 你们看到是加三秒是吗 大家一起注意看一下那个用时 我刚才看好像没什么加 好像加三秒是吧 好好 我们一起看哈 现在许忠明是13秒 看等一下 他走完过后 有没有变16秒 啊 当然要看许大师走多快了 哦 有啊 有啊 加三秒 不了 哦 现在三秒那就很头痛了 这个 因为我印象中啊 好像许大师比较不擅长快棋啊 啊 下快棋很吃力的 更何况你的对手是王天忆啊 那就更糟糕了 哦 王特 王特大来了一个 他用他的马哈 很巧妙的声东击西啊 准备马五进六 在马六进八哈 这盘棋好像要结束了哈 因为黑帆等一下马六进八过后呢 啊 在六路也有好较江啊 许忠明大师应该看到了哈 这个就是所谓的 看得到解解不到啊 可惜了哈 啊 我们也掌声啊 给我们的王特大哈 王特大啊 来我们听一下他怎么出 嗯 好 现在轮到我们的汪志祥啊 轮到汪志祥了哈 轮到他 哦 加五秒是吗 哦 可能了 可能了 但是 怎么感觉 好像才加 三秒的感觉 嗯 好 各位啊 现在我相信啊 我们的汪志祥帅哥啊 现在粉丝非常多 应该大家都在等待 等待他上来 第二片 第二片 我们等一下哈 我们等一下汪志祥啊 啊 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 是不是很多汪志祥的粉丝啊 我平时直播没有这么多人了啊 应该不是我的粉丝啊 肯定是 汪志祥的粉丝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或者他有打招呼 可以开始第二点 哦 应该是没有休息哈 啊 我们要开始第二局了哈 啊 也请我们的 喜忠明大师啊 浪威一下啊 第二位对手应该是 邦志祥 邦志祥了 听到了没有 各位啊 我们要听一下呼呼喊声啊 好像还没上线啊 嗯 好 我们现在耐心等待啊 等一下这个啊 汪志祥啊 等一下我们的汪志祥 所以还是一样的哈 汪志祥 还是拿这个线索啊 哦 刚才王天一特大啊 在我们的群组里面说 他刚才开局是亏了很大 对呀 我也是感觉 呃 刚才呃 王天一的确是有危险的 好 汪志祥已经就做了哈 啊 也请我们的 好 王天一特大啊 嗯 嗯 王志祥上线 嗯 好 好 来 好 各位观众啊 现在我们啊 见证啊 我们的汪志祥啊 对 汪天一啊 哦 他选择了先人指路在飞左向 哦 看起来一下对方的东西 这个红帮一般来说是马三进士啊 登上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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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